好朋友你为什么会来爱我丈夫 你什么人不去勾不去教 姐妹琴走到三人行 一段累计超过218岁的三角不伦练 让阿哥一讲就崩溃 她都在我们家这个女的 我们一个礼拜起码打三天四天麻将 她都化妆化得漂亮好漂亮 打拍哪有画那么漂亮 好姐妹进家门搭上自己的男人 阿哥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早有蹊跷 看看三人曾经同框的照片 李朝勇挽着周游的手 肩膀却靠在施奶奶身上 甚至过生日施奶奶也站在李朝勇身旁 招呼宾客简直像个女主人 还有这张阿哥握着李朝勇的手 开心切蛋糕 却怎么也想不到身边的男人 已经搭上一旁的女人 都没有去想 他还跟他那么亲自跟我还离人也 就在狮子会啊 他都我老公要当总监嘛 他都有来帮忙来帮忙 我不知道他来帮忙 他会帮忙到这样 就是狮子会让两人有机会搭上线 施奶奶更在脸书晒出 和李朝勇的合照丝毫不避嫌 不过年过花甲的他依旧保养得意 也很注重外表 大多以洋装或正装露面 而他自称在国际狮子会 当了两届的会长和财务长 还曾任台北市工商妇女会理事长 实际搜寻工商妇女会 就会来到这个地方 不过里头的工作人员说根本没有听过 张姓李市长甚至就连社会局 也没有相关资料 工商妇女会不是我们 像连仪会那种他就不会离案 原来工商妇女会就像狮子会一样 属于连环性质 只是施奶奶和李朝勇 从娇娇朋友变成出入摩帖 超高龄三角链被搬上台面 恐怕对两家人都是一大伤害 借黄明君李一传台报道